大家好,我是洪杨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个鸡蛋饼的做法 全程和面不用一滴水 而且烙饼的时候还不用油 做出来的饼又鲜又好吃 有时间的话,你也试试吧 大碗中放入400克的面粉 打入6个笨蛋 再放入3克的酵母 爱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 再放入适量的豆油 把面搅成棉絮状后,揉成面团 面团揉光滑后,饧发至两倍大 一个小时后,面已经发好了 现在在案板上磨一些油 把发好的面按一下拍拍器 把面擀平 从一头卷起 切成剂子 剂子再揉一下 把揉好的剂子压成小饼 然后再扣上保鲜膜 二次饧发10分钟 电饼称预热 这个饼已经二次饧发好了 把饼直接放到电饼称中 这个电饼称是自动的 现在这个饼就做好了 鸡蛋饼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比面包都好吃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就在视频的下方 给弘扬点个关注 谢谢